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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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说最早期的作品 大概的名字叫《发生在S城楼上的戏剧》 創作这个作品也是和当时我的心情有很大的关系 我发现很多普通的人还有身边的朋友 一直在努力的追求着自己的一种生活的感受 或者是一种生活的一种状态 那么我也感受到在中国这么大一个地方 真正的一种平台应该是在很小的 可能也许100平米200平米的一个区域 在这个区域里可能决定了所有人的一生 那我觉得可能把我普通的朋友 还有这种熟悉的这些同学能够放在这100多平米的一种环境里 我觉得可以表达出我当时对社会的或者是这种环境的一种新的认识 所以在这个画面里面我就是选择最好的一些朋友 把他们描绘在这个最重要的这一二百平米的范围里面 实际上大概是从94 95年 95年差不多那时候开始对一些过去我们所熟悉的一些古典的名画 开始有了兴趣我发现这种古典的名画 在我们的这个文化的发展过程当中都有它不同的背景和解释的可能 所以我觉得通过改造这些新的名画 然后重新加以解释可以获得更多的含义和内容 而且有助于就是有助于从一个外来的背景可以转换成我们自身的一个背景 我觉得这个可以就是使这个作品能够有更深和更广的这种历史的含义 那么这张画是大概96 97年画的一张 我发现当时我发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里面有不同的艺术家 就是转换过这个母体 这里面包括这个最早是格雅化的 然后马纳还有比嘎索什么的这些人都使用过这个母体 然后改变出对于他们的文化和历史有价值的一种表达 我觉得我要是运用这样的一个背景或者母体 然后来改造的话也同样可以产生出对这样原有的一个主题的重新的一种解释 而且也可以提高我们对我们所发生的历史的这种状况的一种新的一种认识吧 那么这个作品创作出来以后我发现确实就是就是体现出了这样的一种感觉 所以所有的人看到这个作品的时候都会体会到人类发展到这个不同的阶段 或者某一个民族在某一个阶段的时候 这是一种必然的一种产物 这种必然的产物是不是需要我们重新的加以理解 还有站在某一个高度去看待这些问题 这是我比较感兴趣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觉得就是很有激情的就画了一个作品 实际上这些作品我自己看来都是一种悲剧和痛苦的一种表达 所以也能看到这些画面里面的都是一些斗争啊 这些我会选择一些这样的一种残酷的一种背景 然后去展现我所要表达的这种悲剧和痛苦的一种感觉 但是又在我们的一种环境里有的时候又不能够是用一种直接的方式 那么当时我觉得可能画笑的用笑的一种方式 然后是永远是欢乐的一种一种感觉 或者是说是用一种喜剧的方式来表达一种痛苦的一种感受 我觉得这个主意可能或者是这种感觉是最好的 然后一方面它可以被所有的人接受为是一种欢乐的感受 但是同时你在看很长时间以后 会发现是一种悲观的或者是伤心痛苦的一种表达 是一种转换的方式吧 实际上那些小的故事我觉得小的故事最后都转换 在我的脑子里都可能转换成一种也许是概念 比如说这个大狂喜 大概小的时候不都是参加任何活动都是要排队 然后穿着都是同样的衣服 然后去参加各种各样的这种所谓的那时候的那种集体的活动 那这样的一种记忆我觉得在最后你可以去表现在画面当中的时候 它就自然就画出来了 它也许不是一个具一个具体的小故事勾起的 而是一个长期我觉得是一个长期的生活这种积淀 那么这个长期的生活积淀一开始你不知道它的含义是什么 小的时候你可能排队的时候你不知道是这里面蕴含着什么样的一种文化的背景 或者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内容在里面 当你有一天要画在画面的时候你可能或者观众能感受到它后面的那种 它后面的那种力量 一排一排的人然后面带着这个微笑欢乐的一种一种场面 一种感受去参加某一种活动 最后最后的结果好像都不如人意 也许就是也许就是这些这些东西吧 当我画这一排人重复一样的时候我并没有觉得这个是一种重复的一种表达 我是觉得是一个挺新奇的这么一种感觉 我把我好像展现了我的我似乎好像展现了我自己的一种生活的一种状态 那么可能其他背景的人文化背景的人可能很难以理解说这怎么回事 但是我的记忆里面应该这就是一种真实的生活 其实你记得这张画面可以延长延长很多 是这当然我画了有五米长吧 五米长但是当然可以继续画一圈三十米 就是没有问题的 这一类的大概九七九八年吧 开始就是我那时候发现了就是 因为我不断的在画一些笑脸 然后让这些笑脸在不同的背景下转换的时候 我发现他这个形象变成越来越变成一个独立的形象 而且变成一个我无法控制的一种感觉 而且他好像也负 他自身好像也有了一种力量 然后他反过来会有一种要对我有一种影响和束缚的一种感觉 我觉得那个画面的人开始活起来了 这时候我觉得是不是要摆脱他的这种一种控制 或者是运用他 就是如何让这个人物更加鲜活起来 所以就当然也有这个画一些跟记忆过去记忆有关的 还有一个他似乎好像活在了一个 活在了这个社会的一个环境里面 比如他用采取的是这种扣鼻子脑耳朵 这种很自然的一种生活的一种随意的动作里面 这样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人好像真正的是 在每一个画面里是一个活的 而不是一个死的人或者是被控制的人 他似乎反过来控制了艺术家的一种感觉 其实大概也是96、97年 96年开始 最早画的几张画像开锅大典 什么飞夺卢定桥等等 有四五个这样的一个作品 我当时想的是 我还是从一个画面的一个角度来想的 就是画家永远是在画布上增加东西 从来没有过一种减少 给观众一种减少的感觉 当然跟极少主义不一样 极少主义其实 剪到再少观众也感觉到他在上面画了一个东西 所以我觉得怎么能够体现这样的一种感受 我觉得可能只能找这种最现实主义的这种主题性绘画 能够表达这样一种感觉 那当然我就找了我最熟悉的一些作品 当然一做完以后我发现原有作品的含义和新的这个作品的含义 产生了巨大的一种想象的一种空间 我觉得好像找到了一种 找到了一个大家可以言说的这么一个空间了 比如说我我也可以加个猫加个狗 反而可能会使画面局限在某一种语境里面 当它全部敞开的时候 这个语境内涵会就是更广泛 所以我一直还是坚持着画这种就是场景的系列 但画到一定的时候 我也感受到我画的这些东西 比如说选择《马拉之死》这样的作品 也不是一个偶然的问题 也不是偶然的事 大概八十年代的时候 八几年我忘了 法国有一个展览在北京展 其中就有这个《马拉之死》 但据说这张画不是原作 是林博品 但也吸引了很多人 居然有拿着望眼镜在画面前面 驻逐欣赏大概几个小时的这样的人 所以这张画给我留下很深的一种印象 同时我也知道这张画所蕴含的历史的背景 和一种人文的一种内容在里面 关于革命左派等等 到我把这些 把这里面最重要的人物去掉的时候 我觉得我重新赋予了这个作品 更广泛的一种解释 我绝对是学者 大概04年05年吧 因为中国也经历了差不多 几十年20年左右 那时候20年左右的一种变化 当然也带来了很多新的问题和一种思考 我在画之前的一些系列的时候 我也感觉到很多的一些困惑 这些困惑就是当然很复杂 就是什么都是一些想不通 好像永远找不到答案的一些问题 那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艺术家 他会就自己的一种状态会去思考 所以我觉得我们 我那时候觉得我们所有的行为 和我们所喜好的 或者是我们所决定的东西 似乎都跟过去的文化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所以导致 我认为是导致我们现在的一种状态的原因 是我们的文化的一种因素 所以我又想回归到一种传统里面 去探索一下我的这种迷茫的一种状况 到底出自在什么地方 那个时候就是有一次偶然的机会 我是去这个新华书店 看到这个儿童的这个迷宫 这差不多都是成人 然后给儿童画的一些这些迷宫 我当时在想为什么成人 要给儿童画这些迷宫呢 是不是我们所生活的这样的一种环境 也是有某一个 某一个更大的一个成年人 然后再给我们设置这样的一种状态 尤其是中国人 永远在自己的文化里走不出来呢 所以我想根据这种 当时的这种突发奇想的感觉 然后来想进入到一种作品里 进入到这种作品里面 确实和我原有的一些作品 没有什么直接的逻辑的一种关系 这也是我有一点焦虑的地方 那但是从另外一个反的方面来想 是不是这种非逻辑性的状态 才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创作的状态 所以我选择了我给自己找的这个借口 我觉得艺术家应该选择 或者应该不按照逻辑的方式 不按照一种线性的方式来创作 可能更有利于他的一种思想的一种展开 当然最后画的都是 这种迷宫系列都画的是传统绘画 也经历了大概三五年的这么一个过程 从一个一开始从一个具体的问题 比如说寻找恐怖主义到寻找艺术 然后最后回归到这个传统的 这个更具体的这些问题上 我就是在画面里设置了一个 用中国的汉字设置了一个这个迷宫 然后把我们所能够看到的 所有的传统的中国艺术家 所画的这些元素都放在里面 我写想告诉观众的 我们处在这么一个迷茫的 迷惑的这么一个状态里面 但是现在前一段时间展览 观众的反应是画的都很优雅 并没有感觉到迷茫 这是我所料不及的一个事儿 差不多08-09年就是 这是比较晚的一系列 这个时候其实我开始做迷宫系列之后 我就有一点主动的 有意 有点主动有意的 就是非逻辑了 也没有什么联系 当时我是确实感受到 我这种 就是我内心的一种焦虑的感觉 而且这种焦虑的感觉是一种 普遍存在 大家都在 都有这样各行各业的人 好像都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所以我想是不是能够通过一种 某一种绘画的一种形式 能够把这种焦虑的一种感觉 表现出来 当然最正好 那时候也开始做 一些剪纸的东西 一些剪纸的东西 当然有一次 把一个图像揉了以后 在打开的时候 或者是说 我们当揉一张纸的时候 等于是我们要丢弃 这个东西的时候 这个东西是不是 还有一些价值等等 当时脑子里浮现了 这个感觉 所以当我打开 这个纸的时候 我发现 过去看到的一个 相对完整的形象 被扭曲和变形了 我觉得这样的一种感觉 正好符合我要所传达的 或者我感受到的那种焦虑的一种感觉 或者是说支离破碎也好 或者是一种精神上的一种紧张 或者是痛苦等等这样的一种感受 我觉得正好能够 我试着画过几张这样的作品 但是给我也很大的一个困惑 画完以后我发现 很像立体派的作品 所以这也 我特别焦虑这样的一种感觉 如果努力的 尝试了很多的方式 然后想摆脱这样的一种影响 好像似乎到目前 似乎到目前 好像还没有特别成功的一种方法 但我回过头来 我想我的这种焦虑和这种 支离破碎的这种感觉 是不是正好也是 那个时候的艺术家的 这种直觉和感受 只不过他们那时候 运用了立体派这样的一个名称 从这一点上来说 我现在还反正在坚持 还是摸索着 继续寻找更多的一种可能性 其实在做这个作品的时候 大概是99年98年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 有一年我去过德国 我忘了具体哪一年了 然后看了 看了当时这个张艺谋导的那个活着 在德国的一个电影院 整个电影院只有我和我的两个德国朋友 就三个人在看这个电影 让我感觉也挺悲哀的 旁边的一个美国电影 大概大家都排着队买票 我在看完电影的时候 就是也有一种不愉快的 这种伤心的这种一种感受 当我回国的时候 我觉得 我觉得这种 我们平常 我平常画的那些东西 似乎还是没有充分表达出 我的一种心理的这种痛苦的一种感觉 所以我试着 那个时候这些作品叫什么汉字系列 还有一个系列叫这个活着的系列 所以我在发现 似乎这个汉字方方画画的 然后都有一种 这每一个字造出来 这个字都有一种拧巴的一种感觉 我试图想模仿一些汉字的这种拧巴的这种感觉 似乎能够带给 带给我就是表达痛苦的这种 这种理念 一开始的时候 我真的努力的想去这么做 所以会出现很奇特的 很奇怪的一些造型 但是我发现在怎么拧巴 确实它还要受生理和各方面的条件的一种影响 毕竟拧的不是特别的超出想象 所以那个时候也画过几张 就是胳膊和腿完全是没有道理的 就是乱安的 完全是有一点像骨折了 完全是骨折的一种感觉 但是这个总体来说 这些作品还是要 想要表达一种痛苦的一种活着的一种状态 所以才会有这么多拧巴的动作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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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